Hello,大家好,我是Andy 欢迎来到我的科技分享频道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给大家带来一个 CPU使用率经常会百分百的解决方法 我相信很多小伙伴在图形设计,图像设计 视频剪辑等等的这些占内层 占CPU比较高的这种大型的软件使用方面 可能会经常遇到这种问题 特别是旧电脑更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那么今天我为大家带来八种的解决方法 希望对大家有用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正题 首先第一个,我们右击开始菜单 调出这个任务管理去 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点一下 点一下它会自动排序 自动排序以后就可以看到这个CPU 占用率最高的是哪几个 那么你现在在运作或者说在使用这些软件的时候 有哪一个是用不到的 你可以暂时把它关掉 打比方我这个现在是QQ 它占到51%的CPU的使用率 桌面窗口管理却占到13%到15% 那么这两个是大头,那你现在用不到的话 你可以把QQ关掉它 这样的话你的系统就会快很多 CPU占用率也会瞬间下降 这是第一个办法 那么第二个办法 我们打开放大镜 打开放大镜 搜索的一个高级系统设置 出来以后 在这个性能这个地方 我们点设置 点设置 这个地方很多 很多的小伙伴 都是让Windows选择计算机的最佳设置 是默认是这个选项的 或者说有一些是调整为最佳外观的 是这个设置的 那么我建议大家把它调整为最佳性能 何者说调整成自定义 然后把下面这一些选项 全部给它不要打勾 全部不要打勾 然后应用确定保存 那么第三种方法 我们右键开始点运行 点运行 我们输入这一个确定 调出这个服务选项 然后我们找到这个connected user 这个connected user 这一个 我们双击它 然后这个启动类型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禁用 然后服务状态这个地方 假设是启用的情况下来 我们把它点停止 那现在一停止就算了 我们把这两个给它调整一下 然后点确定 然后第四种办法 我们右键开始 点运行 我们输入msconfigure OK出现这个界面 我们选择这个引导 选择高级选项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勾选这个处理器的个数 左上角这里处理器的个数 然后我们把这个处理器的个数 调到最大 调到最大 一般电脑是可以倒式的 可以倒式的 你有多大的调多大 然后确定保存 然后第五个呢 我们是要禁止三个 这个整段跟踪的服务 同样 右键开始点运行 我们输入servers 调出这个服务以后 我们找到 DIAG开头的 DIAG开头的三项服务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DIAG这里有四个 这里有四个 第一个我们不管它 那么从第二个开始 后面的这三个 我们都把它改一下 双击点开它 启动类型 我们选禁用 这个地方正在运行 我们点停止 OK应用 好 我们再找第二个 也是一样的 把它禁用 这个以停止就不管它 假设没停止 我们就把它停止掉 应用 我们第三个 也是这一个 我们把它禁用 这边停止了 运用 确定 退出 第六种办法是更改注册表 右键开始运行 我们输入 IEG EDIT 回车 我们调出 这一个 注册表编辑 去 我们点开第三个 再点开 这个System 再点开 这个 点开 这个 找到 这个Token BOK 找到 这个 找到 这个 这个 这个数字 我们把它改为4 确定 就可以了 那么第七个办法 我们点开始 点设置 我们在这里搜索一下 通知和操作 点开它 我们把这个地方的通知全部关掉 第八个办法 我们关掉 系统更新 还是右键 点运行 我们输入这个Service 然后我们找到 这个 Windows Update Windows Update 这一个 这一个我们双击它 然后把这个启动 类型给它禁用 这个地方 假设是 在启动状态的话 我们把它停止 那现在一停止 我们就不管它 OK 应用 确定 好了 上面总共讲了八种办法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电脑系统 自己的电脑配置 来试一下 看看哪一个适合你 假设这八个办法 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的话 那你只能更换电脑了 可能你的电脑配置太低了 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